开始讲到未来 因为台北市长郝龙斌宣布呢 双子星开发案废标由北市府来接手 可是真正接手的到底是连胜文还是柯文哲 今天呢都做出回应 连胜文说呢 他跟郝市长的决定不谋而合 不过对手柯文哲却说 郝龙斌明明任期快满 这重大的市政工程 应该要让下任市长来做决定 双子星连开案再度破局 台北市长郝龙斌宣布 未来由北市捷运局自行投资新建 不过任期只剩不到两个月 这时候做出决定真的适当吗 双子星是郝龙斌当市长任内最大的弊案 如果只剩下不到两个月 我建议郝市长就不要再做决定了 给下一任的市政府来做决定 如果当市长的话 三个月内会有一个完整的评估报告出来 尽量让台北市民有一个共识 要选下任市长的柯文哲重话痛批 要郝龙斌别管太多 还说如果当选市长上任三个月内 会先做完整评估再说 而国民党参选的连胜文阵营 则是完全支持郝龙斌决定 从一开始在行程里面 就认为这个投标案子 可能无法持续下去 在寻找投资人 一定会面对许许多的困难 倒不如就由市政府自行来新建 郝龙斌市长今天的决定 我们百分之百的支持 而且跟我们市长候选人 连胜文的想法不抹而合 在所有的市府官员任期 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候 仓促的宣布如此重大的决策 事前没有经过非常完整的财务规划 也没有经过跟议会的讨论 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政策 就由郝市长 以非常轻率的方式随意表达 不过来营内部 还是有些市议员强烈反对 认为太过草率 虽然捷运局表示 会尊重未来市长决定 但年底就要卸任 郝龙斌自行拍板 实际点恰不恰当 恐怕还有一番争论 有点听 来源自刘萱台北报道